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法术 很久以前有个人姓刁,没有什么家产,自己又没有什么本领,给别人当帮工又没有体力 可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的日子却过得很好 邻居们常有人问他,你靠的是什么本领才过得这么舒服又轻松呢? 他拍拍脑袋说,智慧 邻居们不信,反问道,智慧还能当钱化吗?你一定是在骗我们 他却说,我说的全是实话,你们不相信也没有办法 这位姓雕的每隔一段时间就出门一次,过一段时间回来,便会带回一些钱财和物品 人们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赚来的财物 一次,有一个邻居去外地办事 这一天,他走到一个高高的门楼附近,发现有一群人在那里围观什么 他挤进人群一看,原来是那个姓雕的邻居站在人群中 他向周围的人打听,这人在干什么 那个人告诉他,这个人会法术,很灵验的,我以前见识过,你不妨看看 这位邻居一听,心里很好奇,就站在人群中准备看个究竟 只听姓雕的说,你们随便哪个让我辨别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份 现在,你们提吧 人群中有人说,我们这群人中有一位是贵妇人,你能认得出来吗 只见姓雕的心平气和,两眼仰望天空,而后向前一指说道 这太容易了,贵妇人头顶处一定有祥云飘浮,你们解看,那就是了 大家为了看云气,自然讲眼光投向贵妇人的头顶,姓雕的便指着那人道 这位便是了 众人大惊,连那位邻居也迷惑不解,围观的人赏了许多钱给姓雕的 认为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姓雕的就这样简单地用他所谓的法术,骗得了人们的赏赐